富饶的中华大地,地大物博 一条条通道贯穿着祖国的大江南北 尤其是各大国道 沟通了平原,山脉,河流,大海 有的是一开头,有的是二开头 这里面可是大有文章的 就说贯穿南北并且不过首都的 以二一开头的国道 从东边的210一直到西端的219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位于我国最西端的这条边境线上的219国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妻子 我现在在云南 我们一说219国道 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新藏公路 也就是从新疆喀什的叶城 一直到西藏日喀泽的拉兹 这条路是被称为老219国道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公路就是新的219国道 从2018年开始 把老219国道的北端 研制到了新疆的喀纳斯 最南端的研制到了广西的东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这条新的219国道 说起219国道 或许你不是很熟悉 但是你肯定听说过新藏公路 最早的219国道 便是这条天上的公路 从新疆喀什叶城 一直到西藏日他泽的拉兹 2140公里 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 这条路也成了众多旅游爱好者热衷的地方 从夜城的零公里纪念碑开始 海拔飞速上升 各个高达板分涌而至 库地 麻扎 黑卡 每一个都是挑战 到了西藏 更是如此 5000米以上的亚口 不计其数 红土达板 更是高达5300多米 行走心脏线 高海拔的挑战 让人生畏 就在2018年3月5号 R9国道延长了 将北端延伸到了新疆北部的喀纳斯 南端 改线延伸到了广西中越边境的东兴市 经过新疆 西藏 云南 广西 四个省 是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边境公路 又称喀东县 新R9国道全长达到了10860公里 是目前中国里程最长的国道 我们在18年19年 两次经新疆上高原 行走在老R9国道上 广袤的高原风光 让我特别的迷恋 如今 如果从喀纳斯出发 我们既能看到天山的美景 紧接着的沙漠 戈壁 丹霞 也会让我们大饱眼福 高原的神山圣湖 更是让人向往 当走过西藏 又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云南 茂密的森林 崎岖的山路 不一样的民族风情 无一不让人沉醉 我现在位置呢 是在R9国道的9352公里处 我们今年再次踏上R9国道 就是从云南的新R9国道开始 绵延在边境地区的R9国道 路况却出乎意料的好 车也不多 连通了边境地区的无数村庄 城镇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也提供了应急保障通道 R9国道在这里 就像是盘旋在山岭间的巨龙 看上去也微微壮观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云南和广西的交界 新R9国道从云南出来之后 到广西就变成了沿边公路 在进入广西之后 山也变得更加有特色了 路边大大小小的景点无数 有瀑布 有田园 让人目不暇接 广西共有8个县 103个厢与越南匹林 陆地边境县长达1020公里 长期以来 由于地处崇山峻岭之中 交通闭塞 边境地区经济也相对落后 沿边公路 也就是新的R9国道 对于广西边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它的起点位于东兴市竹山村 途经东兴市防城区 明明县平祥市 龙州县 大新县 静西县 纳坡县 等8个县 31个厢 终点在纳坡县弄河村 公路全长725公里 自从沿边公路修建完毕之后 从根本上改善了边境地区的交通 边防等基础设施条件 也解决了行路难 用水难 用电难等问题 R9国道可以说是一条当之无愧的边境通道 是我国目前最长的国道 同时也是一条旅行的好线路 不过要想走完全程的话 一定要做好功课 因为路途遥远 在一些地区还存在断头路 需要绕行 气温 地势的变化 也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防止各种意外情况的发生 现在在我身后呢 就是广西的东兴市 长达一万多公里的R9国道 到这儿就结束了 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 我们祖国的边境风光 那R19国道呢 绝对是一个不二之选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